小欣也說捍衛主權不分朝野 他說如果蔡英文不去的話 那我們就自己去 有點奇怪 國民黨怎麼突然之間 這麼熱衷這件事 因為夏利言又去中國新指令 他上一次一看新指令的時候 中沛六年降四年 結果馬上踢到鐵板 因為這樣所有人發現的是說 中沛享有外配所沒有的 不用放棄國籍 以及沒有中華民國國籍的 雙親跟小孩可以用健保的福利 所以這件事情推下去之後 連很多在台灣的一些 中國籍的一些台灣的一些配偶 都發現是說 這樣弄下去的話 會影響到我們這個生活 所以他就踢到鐵板了 現在國民黨就沒在提了 不在提投票也沒在提了 因為發現說如果要不在提投票 依照南韓的一個做法的話 我們要在中國設軍事機器 或者大使館 兩個都不可行 所以你看國民黨 這兩招沒用之後 夏利言去了之後 今天又回到台灣 所以他表面上官方的說法 可能明顯各自會說 沒有啦 我這個是去看台商 看台商裡面也要講 但事實上每次他去的時候 都會發生一些事情 這一次發生的事情 就是要鼓勵蔡英文去太平島 所以簡單的講 這個就是要挑撥離街 因為太平島是有 中華民國實質管理的 可是要叫國際法庭的一個結論 他應該是要歸菲律賓 所以菲律賓對他這個主權伸張 是一直有 有他的這個想法跟意見 那如果蔡英文去 可能會對於台非之間的一些關係 產生一些衝擊跟影響 那如果蔡英文去 還是說我們以後就是幫菲律賓管理 我們一起對上中國 那更嚴重 那中國就會說你蔡英文 挑釁 所以不管是哪一種狀況的話 蔡英文去這件事情 目前看起來的話 機率不高 那國民黨為什麼這麼熱心 背後就是一定會有陰謀 他覺得透過這個方式 可以去挑起兩岸之間的 一個緊張跟衝突 去打破台灣跟美國 日本還有菲律賓 所形成的一整套 第一島鏈的一個抗中防線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種事情 就是對於菲律賓跟太平島 我們那邊有一些 軍事上面的一些佈局 我們就低調做 穩穩做就好了 蔡總統我想他這件事情 應該去的機率是不高 那國民黨他這麼積極的做這件事情 應該是中國要出新招 等到這一招發現沒有用之後 因為夏琳也已經說 也會常態性訪路 常態性會去中國 他已經滿常態的 他基本上 四季大概就一年會去 可能一年可能有三百天都來中國 等到發現太平島這招沒有用 大家是發英文之後 下一次他會出什麼怪招 這個我們就拭目以待 因為每一次他去了之後 國民黨就會團結起來 去呼籲民進黨做一些奇怪的 這些事情 這中國傾差大臣 定期回京復命 那我覺得很奇怪一點 就是說國民黨一天到晚講 民進黨你不要挑釁 不要挑釁 就是你挑釁造成台海 兵兵戰危怎樣怎樣 然後叫我們忍耐 連金門的限制禁止水域 人家限禁止水域 人家船來了 然後都說我們要忍耐 陳學生說難道我們要忍耐嗎 大家要忍耐 好 你明明是他們親門踏戶 明明是他們的飛機來 他們的船來 我們什麼時候過去了 這樣子就還說我們挑釁 結果現在你叫我們去太平島挑釁 對不對 菲律賓跟中國的船 已經在那邊撞來撞去 沖水沖來沖去了 然後主權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 太平島就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還是屬於我們高雄的 我跟你講好了 然後我們的軍隊在那裡 太平島挖石油 對不對 我們可以自由出入 那就是主權 你為什麼一定要弄它去 所以剛剛黨中講的 去了我如果 好 要不然站在菲律賓那邊說 我們要共同遵守國際法 好 就被你罵 叛國 你這個台獨 以什麼太平島磨獨 如果說好 去了之後 菲律賓也沒空氣 我們也去 還說中華民國台灣省領導人 到太平島宣示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 台灣省 中華人民共和台灣省 所以你不會想到 這樣一趟來回 不要說蔡英文不該去 我覺得這些立委 你都不要沒事去 因為你去了 我也不保證你們回得來 我們國家很需要你們來開會 很需要你們來把人家抱走 所以你們不要輕易的 做這種事情 但是我覺得不要這個樣子 就是說心不要太壞 心不要太壞 你沒有那麼愛國 你沒有那麼愛太平島 你沒有那麼需要 你今天要講要宣誓主權 最當年保釣運動 轟轟烈烈誰帶頭 馬英九 馬英九當總統 有沒有上去釣魚台 去宣誓主權 你去宣誓一下看看 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要了解這一點 知道這個地方危險 沒事就不要亂去 不去也沒有 對我們沒有損害 我們定期補給 我們 都一切都很正常 對啊 都沒有問題 你一定要去惹事 還我陪你去 要不然我們自己去 好啊 你們自己去 再見 不送 慢走不送 郭敏東現在這個時候 怎麼搖八叉 其中必有內勤 我只能這樣講 太平島本來說是 中華民國台灣的 這個主權所及的地方 我們在那邊 先後我們也建了這個機場 同時我們定期的 這個軍機過去的運輸補給 我們島上也有駐軍 這一次不管說 中國刻意挑起的 這個很多南海的紛爭 也從來沒有觸及到 太平島的問題 所以一向那個地方 就是非常的鞏固 也非常的明確 就是我們的領土 那你在這個節骨眼 為什麼刻意就在 中國不但的想要挑起 這個南海的紛爭 特別你知道上個禮拜 這個中國的船 剛好跟菲律賓的船 還進行那個海炮 水炮事件 轟動事件 在這個節骨眼 你突然說 為什麼 這個總統不去太平島巡視 為什麼總統不去 太平島看一看 你這個不是司馬招之心嗎 我認為在這個節骨眼 我們不需要隨之起舞 沒問題就沒問題 如果國民黨沒問題 故意跟他搖拔 我再強調一次 基東必要英國 來 東阿哥 我補充一點 因為去太平島這個事情 不疑是像江啟成 尤其是他是國防外交資深的立委 現在又是立法院副院長 因為蔡英文總統如果要去太平島的話 他只能走空中 搭船 搭船太久 為什麼 因為搭船的變數更多 搭船的變數更多 你光是走空 一千六百公里要塞多久 你知道我們的F-16 大概沒辦法全程半飛 那萬一 你要假設 為什麼叫國家安全狀況 萬一中國的軍機 他也沒有打你 他也給你跑出來半飛的時候 就是中國的戰機 也跑出來給你半飛的時候 因為你就知道 那七個小島是可以駐紮軍機的 他也沒有打你 當他的軍機 他的戰鬥機靠近 我們的總統的行政專機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辦 請問一下我們該怎麼辦 就是說蔡英文總統 要不要去太平島這件事情 不是說去視察 視察啦 因為那個距離真的太遠 就是說如果 國民黨真的希望蔡英文總統 去太平島 也不移用這個方式 因為你這樣子公開喊成 這樣子的時候 你剩下六十幾天 安全的問題你請告訴我 怎麼處理 因為你剛剛講到搭船 搭船的時間更久 有沒有辦法 不要講說蔡英文總統剩下六十幾天 他總是我們的現任中華民國總統 安全上難道沒有一點點的顧慮嗎 萬一我剛剛講的狀況發生 中國軍機在你可見的視線範圍之內出現了 但他們有進一步的動作 這時候我們的軍機怎麼辦 如果國民黨要講這件事情的話 當然我不是對明顯 因為明顯不是立委 像江啟成江副院長 因為江啟成我們一直對他的理解 是比較中規中矩的 我不知道 就是說江啟成他們在丟出這個議題 那在丟出這個議題的時候 因為國民黨執政過 可不可以順便把你們的看法也提出來 在丟出這個議題的時候